狗风小心 他们正在将所有力量 融入那柄组合而成的原弦兵器 威力不可小觑 齐和我们三个恒星及九阶的力量与一体 颤抖吧金角巨兽 你将剑是我们的 最强一招 龙风不要隐踢 那就看看是你们的剑补印 还是我强化我的剑脚巨兽提爪印 有效果 追 追 不好 好 小心 强化状态下的金角巨兽 配合赤魂头目残片 威力到底有多大 就让我看看吧 那是 金角巨兽使用天锋秘法 配合赤魂头目残片 即使面对十数名航星九阶强敌 也能以碾压自开巨兽 真不愧是巅峰血统的星空巨兽 可惜 让那个普拉跑来 嗯 对此我们要早做打算 诺兰山家族 不会是神罢甘休的 祖族 祖长 属下有事禀报 布拉 事情办得如何 回祖族 回祖族 属下率领精英小队重回地球 意外发现那头金角巨兽 还活着 金角巨兽还活着 是的 属下试图将其火捉 可是 金角巨兽实力强大 精英小队出属下外 无人生还 你发现 你发现活着的金角巨兽 缺得气盛于功 不过你连续两次在小小的地球遮击 如此废物 也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 祖族 祖族 老族长 德文 你二人都是我亲传弟子 德文 你是家族的第二人组长 而白卡罗尼 更是我诺兰山最具天赋的弟子 此次地球之星 你二人联手 务必完成任务 是 走风 我已经下单了 订购了一大批星球防御装备 紧接卫星等 到时会在太阳系内 组成严密的防御系统 如果再有宇宙飞船出现的太阳系 防御系统能在第一时间发现 还有 那虫洞周围也要安置警戒系统 一旦有飞船通过虫洞 我要第一时间知道 放心 早就考虑到了 老三 三弟 你们去哪儿了 感觉你们和过去不太一样了 我就说吧 三弟感觉很灵敏的 一定能察觉出来 对 是去了虚拟宇宙 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什么地方 上 路 长 设置对手 要是将对手 直接设置成你自己呢 再来 再来 此时已走不宜迟 有何吃酒 我建议 立即安排地球人向宇宙移民 爸爸他 我们还剩多少时间 我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从今天起 你们无需把自己看作奴隶 愿是是追随老大 他们真正的位置 在巴西利亚基地是 提高智能系统的潜接级别 提防罗宫入境 我根据诺兰威的石座路级 算出一条相对安全的路级 远远出击 务必叫罗宫捉住 薛心 阿华 我来晚了 今天你谁也保护不了 不要搜了 徐欣 小风 我以为再也看不到你 看不到萍萍和小海了 你也没事了 哥 阿华 你还好吗 我没事 这群宇宙星斗 一日不解决他们 地球随时都会遭受巨大威胁 既然他们那么喜欢地球 那就让他们永远留在这里 阿华 分析他们的战令 再做了 再做了 追在最前面的 是十五名航星级九阶 剩下的 都是七阶或八阶舞者 战力最高的是普拉 其次 是陀雷武和精神念师荣制 那我就先请你杂雨 再专注对付普拉 免得落入围攻 阿华 你当初连接地球卫星网络的附属智能 是否能干扰他们追踪飞船的信号 篡改接收信号的手法 之前已经用过了 他们一定会有所提防 需要换个手段 雪凡刚好有条雷暴雨 火轿飞船开进去 利用激光脉冲吸引雷暴 在飞船周围创造出一条 目前地球技术很难实现的 超欢等于通道 通道能屏蔽飞船的所有电子信号 不行不行不行 这已经超出我的输出功率了 超载成这样我会 我会修好你的 不要不要不要 我不要恨 很好 铁南河 跑股 飞船一旦进入那团雷暴雨 引去踪迹的瞬间 你们立刻冲出去 吸引普拉他们远离飞船 是 而我 则会在普拉当人远离飞船的时候 离尖角聚受本体 解决落在后面的恒星级七八戒五尘 刘巴桃 打不打 拆手 拆手 突然 放下 下 出opol 富 不行了不行 飞船信号消失了 应该是前面的雷暴云团干扰了信号 地球的卫星信号追踪果然落后 罗凤 电磁信号已屏蔽 为了反追踪 我们接下来 可通过量子信号沟通 行动 地球为其重新定位到了 那八明恒星级九节保镖的坐标 他们应该是在护送飞船 跟进他们 铁拿河通过量子信号 将普拉他们的坐标同步过来了 还请各位暂时待在这飞船内 等我处理完那群侵略者 再送各位回家 哥 小心点 是时候阵仗大战一场了 是时候阵仗大战一场了 这一会儿就进行战斗吧 我会更改卫星拍摄到的全部静脚就是画面 隐瞒地球人还是很轻松的 这不合我意 看不看了 告诉我那群恒星级七八级武者的坐标 那是什么 大战 精脚巨兽 活的 是活的精脚巨兽 我刚才变了低枪 寻找精脚巨兽的尸体 没想到 他竟然没有死 快 快通知普拉德 金脚巨兽 他没死 宇宙天风血统的金脚巨兽 而且 这还是只右手 我们发了 普拉队长 我们是继续追上罗峰 还是去捕捉金脚巨兽 这两者 或许并不冲突 为什么 我们那么多人都没找到金脚巨兽 他却在罗峰乘坐的飞船失去 踪影的时候出现了 金脚巨兽出现在那里 一定和罗峰有关 抓住他 也许就能引出罗峰 走 是 宇宙天空 宇宙天空 点声 宇宙天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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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来了